在第一线的急诊 他其实他需要做一些分娼分流 侃侃而谈专责病房里的照护过程 曾经的一幕让大家会印象深刻 有一对夫妻就才夫妻同事 让他们可以彼此的鼓励 因为太太她就说她不想要做复健 因为她觉得复健很辛苦 那先生就给她一个鼓励说 美妻啊 你就要配合吗 我们的作为吃到老 身为护理部的督导 团队的用心和巧思 也是他乐于分享的部分 每个人都穿上个人防护装备之后 其实病人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 所以我们的同仁也发想了一个 就备章的概念 把自己的照片跟名字 贴在自己的手背上面 进去的时候就跟病人做自我介绍 不管是确诊的病人还是疑似的病人 他们其实都用很标准的作业 虽然说标准里面其实也不失人文 病人担心的啊 他们都有听进去 然后也把他们想办法做一些解决 戴家慧是专责病房的灵魂人物 负责动线安排 还有人员调度 18年前毕业于瓷激护砖 立刻投入护理工作 同时在瓷激大学攻读研究所 现在已经是博士的他 还是坚持最初的一念心 把病人当作是像自己一样 我们要怎么样 要面对病人的时候就想说 我如果是病人 我希望可以接受到什么样的照顾 这样你就会去想到说 我们可以帮病人做什么 虽然说他有时候看起来都酷酷的 都没有什么笑容 那他其实温暖的心 有的时候他一个小小的动作 都可以让我们觉得很温暖 有他在的地方就能让人感到安心 勇敢承担救护的使命 护理是他一辈子的职业 当学黄默金屋国家华联报导